文章来源中时电子报 美国避险基金桥水联合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办人达里奥·Ray Dalio认为 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过去几个月中显著下降 但两国的科技竞争将长期存在 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者将不得不在两国之间选边站 财富Fortune中文网报道 本周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阿布达比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上 财富首席执行官穆瑞兰Allen Murray向达里奥提问 美国政府是否已经要求高科技投资者在中美两国之间做出选择 达里奥回答是的 这是事实 这是两个大国最新竞争态势中的一种政策选择 报道称 过去几年 风险投资者在押注于中国一些最成功的科技公司 如TikTok的所有者ByteDance上取得巨大成功 但是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正在迫使投资者做出选择 今年8月 拜登政府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于从事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研发的中国企业 一些知名美国风险投资基金正在放弃中国业务以规避风险 但达里奥认为中美之间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在过去几个月显著下降 他说当他今年3月访问中国时 两国之间由于无法调和的矛盾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制裁已经严厉到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的程度 达里奥将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芯片制裁与二战前美国对日本实施的石油制裁进行了比较 芯片与石油一样重要 去年10月拜登政府下令对中国企业实施芯片出口禁令 以削弱中国高科技产业 但最近几个月中美两国间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来缓和局势 两国同意成立工作组就商业和贸易议题展开磋商 11月中旬中美援手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峰会前会晤 宣布一项新的气候合作协议并承诺重新开始军事对话 达里欧认为中国不希望两国竞争上升到军事层面 孙子兵法就告诉政治家们避免战争的智慧 他说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 中国人相信如果要诉诸战争 那就表示所有其他管道已经堵死 那是战律上的失败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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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